一好一壞之後這個球雖然有點受到擠壓袋 還是順順的往右半邊打穿了防線 林宏玉率先擊出了安打上壘 回到台灣這幾年除了攻擊狀況好之外 有時候這些關鍵的打人都打得很好 話才說完 左半邊穿越行程的安打 那這一棒一路滾到的全打牆邊 站著前進到球之後必須要迅速的回傳 林宏玉停在了三壘 陳俊秀則是上到了二壘 整個中心棒次來講有林宏玉跟陳俊秀在坐陣 這一棒結果是打穿了 流擊防區形成安打 所以三壘項的林宏玉回來得分 對教練奶奶的確實是有考慮 這一顆外角球雖然球速來到了148公里 但沒有投進好球袋 所以在二局的上半來不離目前為止 還沒有拿到任何出局數 讓Amigo再把雷包給填滿 看到高的想試著揮揮看 結果棒子也沒辦法回出去 但是接下來這一球來福利 還是沒有投進好球袋 連續兩次的四壘球保送 在滿壘的情況下 要擠回三壘上的陳俊秀 LAMIGO把比分改寫成了2比0 這顆球還是沒有投進去啊 現在呢三壘上的跑者又要回來得分了 在滿壘情況下 再擠一分回來啊 這也是來福利爾 連續三個打席都投出了保送啊 而且關鍵到現在還沒有抓到一個出局數 都比較慢一旋的球也比較高一點 再來打擊輪到凌莉啊 要促請一壘神來做裁決 但認定凌莉沒有出榜 因為以剛剛的狀況的話 其實LAMIGO只要擊出夠聲援的分球 都還有機會再帶分數回來啊 包括現在凌莉設定的策略應該都也滿類似的 這一棒打擊出去 三一手被幫他攔下來落地形成安打 三一下的跑者又要輕鬆回來得分 因為我們在二壘上的跑者 那這個時候呢 是停在了三壘啊 這個球如果是第一時間在那時候幫他接到 感覺上這一局的危機很有可能就化解 並不是兩出局但是還是會出來 哇這個球觸碰並無完全的打在琉級防區 有一手接到球之後因為滾動比較慢的關係 反而只能選擇傳一壘了 打第一球結果是飛越了有點上空落地形成安打 這下子三壘上的余東要回來 我們在二壘上的跑者也要回來得分 同時這個環球有點傳飛的情況下 現在LAMIGO機會再往前進壘啊 單局小胖的第二支安打 現在一下子讓分數變成7比0了 這方式也還滿強的 一好三壞啊 王勝文這一幫打仗了左外野方向 看起來飛得很高 很遠有機會嗎 跳起來接沒有機會 出牆了 左外野方向 solo shot 陽春全力打 王勝文在四局下半啊 幫助中兄弟要回了第一分 不過剛剛從藍一輪手勢看起來 確實有 江南剛剛提到這個 下接的情形 是 自打擊都擊出安打 而且是兩次打擊發生在同一個半局 一局打兩支啊 投手正面又穿了 林鴻玉 今天的第三支安打出現 這顆高球在右半比一壘 神經病是個界內球 所以現在林鴻玉過了二壘球 繼續往三壘來做推進 承操加球都必須要迅速的回傳 哇 這個狀況跟第二局有點像哦 球速還是有來不利局的絕對領先 這顆高球打在左半邊 詹子嫻最後決定接 接殺之後迅速的回傳 看一下 不過三壘上的跑者已經是回來了 二壘上的陳明秀往前推進的情況下 在壘包間是遭到了觸殺 不過 這是一個timing player 打完了 王偉晨一好球之後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平飛球 形成了安打 一好一壞之後 這個內角球打到了王聖偉身上 哦 王聖偉 你安好一壞 王一陣 回頭看了一下王偉晨之後 這個球再投打擊出去 在中間方向 陳成威已經找到飛球的落點了 往左手邊橫移 完成接殺 這球是試投的 這一棒打在了游擊防區 余東接下來之後 先往二壘上再傳一壘 抓到了一個 果然全部都壓在15球以內 王聖偉這棒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很高 很遠 又出去了 單場的第二發全雷打 王聖偉 雙翔後的演出 現在幫助周欣兄弟一口氣追了兩分回來 八局下半 不可C的一擊 剩下第一次在總冠軍戰 演出單場的雙翔後 兩好一壞 王尼的變化球走外側 讓打擊的月東華回棒落空 遭到三陣 九局的下半 王尼投出了三上三下 上場之後製造了五個出局數 也讓藍邊台灣隊最終就以8比4 打敗了中信兄弟 拿下了系列賽的第三戰 這也使得今年的台灣大賽在前面三場比賽打完了 LAMIGO現在是取得2比1 暫時的領先